前端和后端的区别 在我们实际的开发过程中 我们这样定位前端和后端开发人员 前端开发人员精通JS能熟练应用GQE 懂得CSS能熟练运用这些知识进行交互效果的开发 后端开发人员会写JWA代码 会写SQL语言 能做简单的数据库设计 会Spring和Ibatis等一些设计模式等 现在看来我们对前后端的要求还是蛮低的 尤其是后端 新员工经过培训之后都可以参与到后端的开发 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先变成熟练工种 这个阶段没有涉及模式、构架、效率等一系列问题